捏捏先填啊 我們今天玩一個最新的手遊 這款是一個換裝手遊 換裝手遊 然後他結合了 單關的玩法 OK 那我們就直接來攻略了 他的玩法就是一直結任務就可以了 我們先講升級攻略好了 這邊可以進行角色的三級 所以這是角色的升級教學 可以提升你的戰鬥力 這就是他的關卡 那他要怎麼攻略呢 就這樣 非常的簡單 你看 有沒有 好這邊就是他的關卡的部分 他有分為對話關卡跟 戰鬥關卡 那這邊就可以 攻略這個關卡 那你就一直弄下去 這邊可以取得你的一個支援 那這個系統也是非常重要的支援取得系統 好 那你可以得到月曆耶 右下角有跳過 非常的簡單的一個手遊 好 請你吃可以去許願 我非常的有意思喔 而且他做得很漂亮 然後就可以得到一些時裝 那時裝的許多方法 那他還有換裝任務 你要看上面的古典跟素雅 來去搭配 OK OK 這樣就攻略這一關了 這邊你就一直弄下去 那我先給你看一下主界面 這邊 這邊他的一個 還有庭院跟換裝 商城 非常有意思喔 雲進房就是時裝的地方 也是這樣 有意思喔 廚利跟七天將 他都有啊 這裡面其實就是元寶的去的攻略了 你看目前低迷已經登上去了 他就有阿 但是是不同人 不同人他们的时装都不一样 有一纸的元宝这么多 我觉得观众最想了解的应该是 里面还有什么角色 因为我们这也是有重角色讲 这你看啊 这板球都有了一样有甄嬛 哇塞 很多耶 还有出宫 又回户了 你就一直浓下去就可以升灯了 OK 新手有就到这里 那一弯呢 继续